美国特拉华州联邦检察官9月14日 以枪支相关罪名起诉总统拜登之子亨特·拜登 根据特拉华州大陪审团的起诉书 亨特·拜登面临三项指控 其中两项涉及他于2018年10月构枪时 在填写构枪相关文件中隐瞒其吸毒实情 另一项是作为吸毒者非法持有枪支 这三项均为美国联邦重罪 若罪名成立 他将面临最高长达25年的监禁 此前亨特·拜登的律师与检方就达成结束 对亨特·拜登调查的认罪协议进行长时间谈判 最终因双方分歧谈判破裂 亨特·拜登同时还面临联邦检察官的商业交易调查 9月15日零时 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与三大汽车巨头福特 通用以及以及吉普和克莱斯勒的制造商 Stilantis NV的劳资协议谈判失败 将在美国多个州发起罢工 成为该工会88年来历史上的首次 此前已将其在四年内加薪的要求降至36% 而三巨头已将最初的加薪幅度提高至最高20% 还希望结束两级工资制度 即新员工需要四年时间才能达到与老员工相同的工资水平 但三巨头不同意 根据罢工策略 如果无法达成协议 将针对个别美国工厂进行一系列罢工 以制造混乱 但没有透露将罢工的具体工厂 福特CEO表示 如果同意要求 公司将损失150亿美元并将破产 美国总统拜登敦促底特律的三大传统汽车制造商 做出更多让步 以结束威胁美国经济的罢工 2022年美国死于药物过量人数超过10万人 非法毒品将在2024年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之一 虽然恐怖分子对美国国土构成了持久威胁 但每年非法毒品在美国造成的死亡人数 比任何其他威胁都多 CDC数据显示 在2022年因药物过量离世的10万多人中 约75%的药物过量死亡是由芬泰尼等合成阿片类药物造成的 国土安全部预计到2024年 芬泰尼仍将是美国毒品相关死亡的主要原因 报告还指出非法毒品与暴力犯罪 洗钱和政治腐败直接相关 对美国社区安全造成影响 在美国养育孩子的成本每年都在上升 现在把一个孩子从出生抚养到18岁的平均成本为 237482美元 2021年 抚养孩子的平均年成本为21681美元 比2016年增长了近20% 其中又以夏威夷最高 每年付出的费用超过3万美元 这些钱还只包括抚养孩子所需的基本要素 包括食物、住房、儿童保育、服装、交通和医疗保险 并且还是在有儿童税收抵免等税收优惠的情况下 该成本不包括体育运动、课外补习班等拓展活动 更不包括大学学费 最大支出的是儿童保育费用 平均每年的儿童保育费用为11752美元 这一费用高到有一些家长选择离开工作岗位 全职育儿 因为他们的收入可能无法抵消育儿成本 一些州的父母为儿童保育支付的费用要高得多 华盛顿特区家长的育儿费用超过每年2.5万美元 马萨诸塞州为每年2.1万美元 这相当于许多学校的大学学费